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欢迎来到议政经营 今天是2024年的4月12号 我们今天继续带来黄金本月的每日交指南 首先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数据 那今天晚上数据有两个 第一个在晚上的10点钟 会有美国4月份一年期的通胀率预期 这是一个市场的预期 另外还有这个密西根的消费者信息指数出值 这个消费者信息指数呢还是比较重要的 自然预测是79和前置变化不是很大 但是它对黄金的影响呢还是比较大的 消费者信息越大那就对黄金呢是一个利空 理论上是利空 如果说消费者信息越低 对于黄金而言是一个利多 如果说今天晚上这个消费者信息指数公布以后 是大于79的 理论上是利空这个黄金 但最近的市场的数据啊 对于黄金的影响呢不是特别的明显 特别是黄金的大趋势 影响不是很大 比如说这个消费信息指数如果是是利空的 黄金顶多也就跌一会儿 不会就像很大的那种下跌 整体大趋势呢还是以大环境大级别面为主 我们看一下今天有哪些基本面子的关注 首先看第一点啊就是这个欧洲呢 昨天晚上公布了这个利率决议啊 这个拉加德做一个讲话 目前去看呢 欧洲啊已经在降息方面呢有所松口啊 我们看到他们已经是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 这个拉加德呢在声明里面啊讲话如下 首先第一点就是欧元区今年是三月份的通胀率呢 已经下降到晚之2.4 接近欧洲央行设定的晚之2的一个目标 可以看到整体而言呢欧洲的通胀呢是控制住了 第二点啊 拉加德的声明呢 未来几个月通胀预期将会在当前水平呢 上下的一个浮动啊 然后明年降至目标水平呢 不会等到通胀2%才开始行动 也就是说 欧洲呢现在已经很想去降息了 并且拉加德强调了欧元区的通胀性质跟美国不同啊 美国的通胀和欧元通胀区的受的因素不同 不能假定欧元区发生情况与美国相同 因此必须根据欧元区的数据做出决策 也就是强调欧元区的一个独立性 那么这个欧元区啊理论上它会跟着美国降息才会去降 但是呢 以近期的状况去看呢 美国六月份降息的概率已经被大幅的削减 如果说这个六月份美国不降的话 我们认为欧元区也会降啊 欧元必须要降 为什么呢 因为根据这个日本当前的格局 你看这个日本是不是很被动 要去加息 或者说这个日本的整体经济环境呢 其实已经是一张名牌 欧洲也是一样的 我们认为呢 这个美国即便不降啊 这个欧洲都要做先头部队啊 要降一次呢 给美国看啊 或者说降一次呢 做一个先行的实验啊 去观察 因此这个欧元区啊 六月份呢 很大概率是会降息的 第二点就是这个黄金啊 黄金今天呢 再次的创新高啊 突破了2400美元 华尔街的预测是3000美元啊 2500美元呢 是大部分的机构预测 现在呢 已经很接近了 还有100美元空间就已经到 那目前呢 很多市场人士也在猜测 黄金为什么出现一个上涨 也就是说 不是我们个人交易者 对这一波上涨呢 莫名其妙 其实大家都是比较迷茫的 那目前呢 黄金的一个上涨啊 从基本面上去看呢 基本上你能找得到的 都是看涨的基本面 那么从整个大黄金上去看 很多朋友也是担心说 这个黄金现在还能不能做空啊 很多朋友也套了这个黄金的空单的 也指望说 这个黄金我还想扛一扛啊 能不能过去啊 那么这种指望之下呢 你要关注一个核心的大逻辑啊 这个黄金上涨 目前是出现一个死循环 我们之前的节目也讲过 我们这里再强调一遍 第一个就是美国降息的话 就会产生货币氾滥 通胀反弹这个预期 对吗 货币氾滥通胀反弹预期呢 理论上是利多黄金的 这是第一点 美国如果说降息啊 欧洲如果说降息 是利多黄金的 第二点 如果说美国不降息 美国现在什么 债台高柱 债务高企 美元呢 很可能啊 会因为你这个美国的债台高柱 长期维持高息的情况 支不抵债而出现崩盘 就是美元呢 很可能会崩盘 或者说被市场所抛弃 你这个时间坚持的越长时间啊 市场对于你这个美元啊 很可能崩的这种状态呢 会越强烈啊 这种情况下也是利多黄金 并且啊 现在由于实体经济呢 不景气 实体经济很难承接天量的美元 或者说天量的货币啊 不单单是美元啊 其他国家也是硬的货币 对吧 天量的货币呢 实体经济啊 消耗不了 吸收不了 所以呢 美国啊 就必须要寻找出路 为了寻找出路 而不断挑食 也就暗示着未来啊 地缘冲突 地区的冲突 各种各样的问题呢 是很难去做一个平息的 虽然黄金呢 也会去上涨 所以从整个大黄金上去看呢 这个黄金呢 几乎看不到大跌的理由 我们不是说黄金没有下跌的理由 看不到大跌的理由 它平时盘中呢 有一波下跌 20美金 30美金 50美金 这都是合理的 但是很难找到什么 它现在要反转大跌啊 或者说重新跌破2000啊 跌回这个1800 1600 这种几乎很难看得到啊 所以黄金呢 整体而言还是一个看涨为主 那什么情况下 这个黄金会一下跌呢 第一个啊 就是实体经济呢 出现颠覆性的产业 像现在这个AI啊 不足以承接这么多钱 只有出现颠覆性的产业啊 大量的吸收资金 才能够缓解啊 全球货币氾滥这个问题 就有新的产业 崛起才可以 第二点就是这个美国呢 减少军事的一个摩擦啊 就是把整体的一个注意力呢 专注到啊 真正的经济建设里面 毕竟现在穷的地方还是比较多 像非洲啊 美国自己本身的一个基础设施的建设 这些都是不到位的 对吧 但现在偏偏美国的战略是没有变的啊 以全球掌控为主 以军事为主 在这种大家都一头狮子的情况之下 维持这种军事的投资 只会增加摩擦 所以现在黄金的上涨呢 只会不断地刷新人们的一个认知啊 未来会涨多少啊 没有人可以预测的到 我们只是走一步 看一步就可以了 好 以上就是今天一个基本面 还没关注我们 议政经营票 点点关注啊 关注议政经营黄金白亿投资 不迷路 下面进行技术分析 我们用K线法的交易系统呢 给他去做一个解读啊 想要学习K线法的交易系统的朋友 欢迎大家 讲我们议政经营的会员 交易会员啊 你可以掌握这一套交易技术啊 这套交易技术呢 它是做一个日内交易为主 也可以做一个波段啊 能够清晰地给到点位方向 趋势止盈止损 我们看今天的一个市场投情绪啊 那么你看到昨天晚上的 这个黄金美元的投资情绪啊 是发生很大改变 但现在呢 又转回来了啊 黄金的看涨情绪 百分之39.17 看跌情绪百分之60.83 美元的看涨情绪百分之27.6 看跌情绪百分之70.4 我们再次强调一遍啊 这个黄金想要明显有一个大顶的话 这个投机情绪必须要发生转变 必须要大1%以上啊 这个黄金才真正有可能啊 真的走一个顶部 我们的节目录了那么久 2024年啊 很少出现这个黄金的市场投情绪啊 大1%这51的 很少出现 特别是这一波的上涨 我们首先看一下黄金啊 黄金呢 今天的一个阻力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2400这个价格 就是当前这个价格呢 是第一个 笑图法则的一个阻力 所以当前这个价格呢 我们是不去追多的啊 因为这个是一个明确的阻力位置 目前呢 多分界是在2384 而下方比较强的资争是在2376 比如说这个黄金的话 基本上比较理想的做多点为呢 是在这个2384附近 那黄金既然是一个阻力位啊 那如果说它再次突破了后 我们就会继续来看涨 突破什么价格呢 就突破今天的日内高点 就是2401这个价格 如果突破了这个黄金 我们继续看涨 会看到什么位置呢 会看到2427和2428这个价格 这是一个黄金啊 今天的一个区间 如果说往下跌啊 会在这个位置呢 做一个震荡 如果说20突破 我们看到2428 2427这个位置 未来整体的趋势呢 黄金会看到2500和2523 这是一个摄像图 周线图会更高啊 我们偏向于什么呢 我们偏向于这个黄金呢 会在这个区间呢 做一个震荡 修整式 然后再做一个拉伸 很可能是上半叶啊 在这个位置做一个震荡 下半叶呢 出现一个上涨 我们看原油啊 原油目前呢 第一个这里很明显 是走出了一个平台 对吧 非常非常的标准 就是在这个84.7 84.8和85这个区间 走出一个非常漂亮 非常平整的一个支撑 那么虽然说是一个 走三角形格局 那整体而言 你是一个上涨趋势 并且大环境呢 也是偏向于上涨为主 所以这个原油的环境 是偏向于做多为主 也就是说近期而言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低点的话 你就以这个低点呢 风低买涨啊 就可以啊 以这个低点作为核心参考 风低买涨就可以了 那么空单的话 你可以不做啊 注意一下这个低息做多为主 那么会看涨到什么位置呢 第一目标 肯定先看到90这个价格 对吧 那么在周线级别 我们的节目之前分析过 会看到100附近 这是一个原油 白银呢 我们的目标快到了 就是这个2949 是我们白银的一个核心目标点 如果说破了这个位置啊 我们再考虑重新分析 那么今晚上呢 我们就先看到这个价格 而如果说有效破位呢 下一个目标会到33.48和32.74 那这个白呢 我们的判断是今天晚上 破这个2949的概率不是很高 涨到这个位置摸一下 然后就会有一个回调 回落和震荡 目前呢 它的多分界是在2873这个价格 所以今晚上这个白呢 建议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啊 以这个2873作为一个参考逢低买涨就可以了 那么2949这个价格附近呢 我们认为可以做一个短空啊 大概会在这个区间做个震荡 因为今天是个周五啊 破的概率不是很高啊 低息高抛为主 不要去追多 最后看这个美元啊 美元我们是看一个继续上涨为主啊 根据我们的法则会看到 106.45和106.33啊 基本上这个美元呢 很大概会涨到这个位置 涨到这个位置还能不能破呢 应该不会破啊 应该不会破 也就在这个区间就做一个震荡为主啊 今天是周五啊 建议大家不要流仓过夜啊 因为周末的话 很可能这个伊朗 要对这个以色列的发动一个行动 所以如果说你流仓的话 这个黄金呢 你还是找机会了留多为主会好一点 好那么以上就是K线法则带来的解盘信息 那么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记得点赞加关注 一键三连 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在评论区我们沟通交流 我们下一期再见